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黄锦鱼 推新剧建立作 新推荐马上开始 李维明既是李飞的养父 也是李飞人生道路上的明灯 你觉得警察绝对想不到 你会杀一个回马枪 李飞在八岁之后 被她外婆带到东山来 要在警校期间和警校毕业之后 其实是跟李维明一起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说李维明是李飞的养父 从现在开始你要二十四小时地保护李飞 二十四小时 对 二十四小时 提身保护 寸步不离 确实李飞在受到冤枉的时候 李维明也尽了全力去 帮李飞澄清她的这个 被冤枉的事实嘛 给我恢复值了 李飞啊 我相信你 你相信我吗 但是换一个角度讲 李维明为了去保护李飞的生命安全 他其实不希望李飞进入这个案子太多 因为这个案子非常复杂 身为一个一线的缉毒警员 在这个案子当中处的位置是非常危险 我们的线人已经失败过一次了 此一时彼一时 不过我的线人已经掌握了暗网的密钥 在网上已经发布了信息寻求活源 香儿已经备好了 就等大雨上冲 其实李维明他就像一个在下棋的人 他把整盘棋布得很大 而且棋子非常多 可以说李飞和赵家梁 在剧中都是李维明的棋子之一 所以说李维明的这个思维的缜密程度 是超乎常人想象的 谁刚才说拼爹来着 我的名字是不是要应该写在这上呢 其实跟吴刚老师在去组里面 我们拍戏之余 其实就很少再聊拍戏的事 因为大家每天的工作 每天十几个小时 甚至到二十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一直在拍戏 其实休息的时候 已经不再想聊拍戏的事 但是吴刚老师其实私下 是一个特别幽默 特别活泼的一个人 完全不像他在荧幕上的那个 其实他还有幽默的一面 有好玩的一面 宋一安德斯不是你的错 我现在告诉你的事 自私没有意义 能感受到一个演员的专注 和一个演员很敬业 很多时候其实他也会 给我一些帮助 比如说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演一场情绪戏 我是低着头 你也是在警察队伍当中 摸爬滚打几十年 有经验的老警察了 在一线 你都不知道下一秒出现什么 子弹出什么地方打过来 就凭你这个混账预案 你能保证李飞 跟宋一样的生命安全吗 能保证吗 但是当时那个录音老师 要收声嘛 所以把那个话筒 直接知道我的脸前 就等于是 我在对着一个话筒演戏 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 吴刚老师就把那个 让他们把那个麦拿掉 说这个声音 其实在这个时候 没有那么的重要 现在你要保的是 这个警局的情绪 你在他面前 你放一个杆 你让他怎么演 所以我觉得吴刚老师 也是对我们年轻人 非常的爱护 你只有最机智 最勇敢 最坚定 最执着的警察 才可以担负起这个责任 您觉得我怎么样 没有那批 没发生 突然呗 你需要 这条事 不是